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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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或者是今天耶稣就接我回天家 那我准备好了吗 我带着的是喜乐的心 还是带着愧疚的心 我带着是信心还是疑惑 那我回到天父面前 我是否能够讨祂的喜悦 还是会被祂责备 所以弟兄姐妹们 愿我们都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多学习 警醒 为主的再来做好准备 愿我们的心 我们的灵 现在就在主的里面讨祂的喜悦 然后我们每一天都带着 那个美好的盼望 活出我们使命的人生 去向我们周边的人宣言好消息 我们自己也活在主的同在 主的保守的里面 愿我们都在主里共勉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祢 感谢祢的救赎 但是主 求祢让我们在每一天 都能够在 无论在工作上 在家庭里 在个人的生活当中 都警醒 都自首 都能够在祢里面保守 我们那一份爱祢的心 保守那一个我们 要活出使命感的 那一个生命 那一个人生 教导我们 让我们与祢同行 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 准备好我们的全人 来迎接祢的再来 我们感谢祢 也让我们这一天 继续在祢的同在当中 经历祢的同在 祢的作为 祢的大能 我们感谢祢 祷告 父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Amen 感谢主的恩典 愿我们都在继续的 在4F的方式的里面 继续来学习神的话 继续来灵修 继续来在主的话语中 得着亮光 主赐福于你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